直播主Toys20日到网红超哥的餐厅用餐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超哥复训后以5万元交保 事后超哥受访表示用了超派铁拳揍了Toys 向社会大众致歉 对此Toys22日晚间贴出验商单还原事发过程 Toys表示 我能够理解超可能不会欢迎我来用餐 所以在进店时就已先问过店内人员是否可以内用 店长同意后才入内 另外店长也告知老板 店长示意老板一定要招待我 拒绝让我付款 过程有包有便 虽有个人恩怨 但全程乃真实个人评论 Toys表示 超要求我评一下 我给出了直白的回应后开始火药位直线上升 对话断断续续的持续了十几分钟 直到我也不想跟超对话后提出离开 对方更多的有人抵达门口时 我内心认为终究需要跟超道别或结束话题 最终在对话过程中超情绪失控 就有了后续大家所看到的画面 那也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 过程中有使用硬物 几乎全程往头部攻击 Toys更表示 过程中超以下几句唯语带杀意的原话 我要把你 阿乐 打使他 今天不是你使就是我使 从今以后你就是使路一条 我的部分全程没有还手 只有采取户头动作 直至警方到场 超跟有人停手 Toys不满表示 按照超的逻辑跟你一见分歧的人 是用暴力即可 跟我讲这么多干什么 打就对了反正没打十几万块了事 政治立场分歧的人 是用暴力即可 为什么还要选拒 蓝绿白大乱都打赢的当选就好 他也难评的表示 按照超的语录 时间如果再倒回一次 我还是会做他的 他反击 时间如果再倒回一次 你的醋饭够难吃 Toys也在强调 作为一个前科犯自己也没什么资格说教 希望大家以后再给予餐厅Google评论时要三思 以免遭遇血光之灾 也顺便提醒大家以后接触超以及他家族相关产业时 尽可能不要提出负面评价 毕竟再来一次他还是会打 Toys还说 谢谢拳击这项运动让他保住这条小命 后续他会把当天完整的影片 以及后续收集到的影片全数放到YouTube公查阵 很抱歉占用大家这几天的媒体资源及时间 至于为什么带小孩子去 他也说明 小孩子安安是一位几乎每次巡店都会到场的小粉丝 喜欢跟他互动 带他来一方面想回馈他们母女 免得每次都要北上南下的来找我 同时也可以避免餐店真的难以下厌食 可以把直播内容转换到跟小孩子互动 Toys也在文中向安安道歉 曾与Toys传绯闻的陈怡也发声 发文大酸 超派铁拳 是中二拳法 直言 感觉就是放大绝失败 只好无脑狂暗攻击那种脑冲仔 陈怡也回复Toys的贴文表示 支持 早日康复 不喜欢一个人 不能成为合理化使用暴力的理由 表态力挺Toys 而事后超哥也在脸书贴出一篇道歉文 却说 重新再给我选100次 我一样会贬你这个王笔蛋 更发布自己的新电规 店内可以接受善意的建议与评论 但不欢迎没有同理心的奥克 我们也是人生父母养 不是您的下人 请互相体谅彼此尊重 双方过往黑历史全被挖出 其中超哥则被薛曼律师爆出 有案件仍在缓刑期间 如果属实 超哥因全力争取与Toys和解 并撤回伤害罪告 对此 超哥也正面回应此事表示 我并无缓刑再生 之前已澄清过那只是同名同姓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力挺他 也有网友挖出过往超哥在YT频道的影片 发现超哥妹妹是学霸 超哥包妹是密西根大学统计学博士 在美国麦肯锡工作 其丈夫也是美国家周伯克莱的博士 而超哥爸爸是白手起家的富一代总裁 超哥妈妈透露 超哥从小就喜爱读书 会在书局泡一天都没问题 怎料下帮影片冒出不少留言 超哥 你妹家人真的是超级天才 超哥在家族中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 超派铁拳 看到超派他妹同情起超哥了 拍照 好 你 去派银